战斗机用导弹锁定了这架再有216名乘客的客机 只剩下短短的60秒 战斗机即将发动毁灭性的攻击 时间回到半小时前 劫匪首领开枪射杀了一名女乘客 让其他人都陷入恐慌和绝望之中 机舱内一片混乱 人们被恐惧笼罩不知所措 面对劫匪首领的威胁 空少迅速向全飞机广播传达他的要求 所有乘客必须在10秒钟内返回自己的座位坐下 否则他会随机再杀一名乘客 随着倒计时开始 乘客们在恐惧和紧张中争相返回座位 但有个女孩不见了 所有人看着母亲焦急地四处寻找 空姐帮他在最后一秒找到了女儿 成功返回了座位 此时机尾山姆面对老头的枪口也不敢躲了 万一里面是真的子弹他就完了 只好听从对方的指示把自己绑了起来 另两个劫匪把死去乘客的尸体抬进了卫生间后 驾驶是传来了布加勒斯特空中管制请求联络的讯息 首领认定对方不敢攻击这架载有216名乘客的英国飞机 哪怕对方威胁说会采取行动也没有理睬 飞机上母亲紧紧抱着他的女儿 他的视线却看着侧前方一个空着的座位 原来那名死去的乘客是在混乱中帮他找女儿 才惨遭劫匪首领的杀害 在刚才混乱中有个男劫匪被刀刺伤 广播询问飞机上是否有医生 却没有乘客敢站出来 尽管山姆和空姐尽力提供急救 但面对严重的伤势 他们也意识到所做的有限 需要专业的医疗援助和设备 才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疗 山姆利用自己满级的谈判大师技能和男劫匪交谈 渐渐让对方放松了警惕 山姆表示自己并不想成英雄 只是想活着回家和家人团聚 此时英国政府已经动员安全部门 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 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并分析可用的线索 外交部长收到了罗马尼亚国防部的电话 这架无应达的英国飞机不久后就会飞过他们的首都顾加勒斯特 要求他们尽快给出方案 虽然两国都属于北约同盟国 但他们不希望首都有被袭击的风险 外交部长表示他们还在调查 可几分钟后伦敦空中交管中心就发现两架没有商业航班号的飞机逼近了被劫持的客机 判断那是罗马尼亚的军用飞机 此时驾驶舱内的劫匪首领也发现了两侧的战斗机 他安排手下让所有乘客关闭机舱的窗户 无视了战斗机发来的通讯 认为越往西飞就越安全 途径的小国家不会冒着和英国宣战的风险击毁飞机 珊姆也看到了窗外的战斗机 受伤的男劫匪告诉他不用担心 发布命令的人有着完备的计划 但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另一边被绑的两名乘客不愿坐以待避 让空姐想办法给外面的战斗机发讯息 就当空姐悄悄打开窗户时 黑人劫匪发现并阻止了他 但战斗机从窗口已经确认飞机被武装分子劫持 机长突然找到女劫匪要和首领谈一下 原来他也发现客机即将途径布加勒斯特 认为罗马尼亚军方会把飞机击毁 正如他所料 在确认飞机被劫持后 罗马尼亚国防部再次致电英国外交部长 只是这次不再是商议而是告知 他们将在飞机飞入布加勒斯特前将他击落 首领将机长叫到驾驶室 让他联系战斗机告知他们对罗马尼亚没兴趣 要去的是英国伦敦 可通讯发过去却没有回应 首领这才想起来之前他杀了乘客后 听到通讯大发脾气 对着无线电狠狠砸了几下 现在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男劫匪流血过多快要失去意识 他想在临死前跟母亲通话 珊姆从他裤袋里掏出手机帮忙拨打时 悄悄把对方号码录音发到了前期的语音信箱 珊姆前期立即把语音提交给了相关部门 而此时战斗机接到了上级的同学 命令他们三分钟后击毁这家英国客机 绝不能让他进入首都的领空 飞机上男劫匪湿血过多陷入了昏迷 女孩的父亲不顾妻子的劝阻 起身表示自己是个医生可以帮忙 查看对方后认为鲜血已经进入肺部 需要刺入管状物体才能让他恢复呼吸 珊姆让人拿来圆珠笔 可医生却不敢下手吗 万一失败自己肯定会被迁怒 情急之下珊姆夺过笔插入了男劫匪的胸膛 成功将其救下 珊姆的录音被分析后找到了其中电话归属地是英国 几名劫匪的信息也全部查出是英国人 外交部长立即向罗马尼亚方告知他们不是目标 劫匪的目标是英国 在最后一刻战斗机收到指令停止了攻击 乘客们得知后沉浸在激动和庆幸之中 许多人闭上眼睛默默地诉说着自己的祈祷 希望能度过这场危机迎接新的曙光 但珊姆所不知道的是第一集中 劫匪首领将他的护照拍下发给了通话 对方冒充快递员和珊姆前妻联系 确认了珊姆的家庭地址 并绑走了他的儿子 而英国内政大臣也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信封 看到里面内容后大惊失色 正是劫匪匪图列出的几条要求